今天聊这个诸子国 这个诸子国实际上就像那个前面的乌鸡国 车池国一样 实际上就是本质上是佛道之争 但这里面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 从头到尾先讲一遍 就是唐僧这个师徒四个人到了诸子国 对吧 遇到什么事情 这个前一回啊 我想想前一回讲什么 讲的事情叫什么 西式胡同 这个佛罗庄 我咱们应该是昨天还是前面讲的 这个佛罗庄 西式胡同 那个什么红铃蛇巾 这一集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猪八戒的问题 让猪八戒思想更加端正 让他没有包袱 这是唐僧啊 给猪八戒鼠弄 给他找点业绩 给他发个业绩 找点事给他干的 大概是这样子 猪八戒从此表现的比较积极 这个其实大家从这一期开始 你就能感受到猪八戒越来越积极 孙悟空呢 孙悟空是因为跟那个如来佛直接沟通之后啊 他跟如来佛直接汇报之后 得到了如来佛的承诺 对吧 就是如意做连台 就是你也是佛 那么孙悟空就开始摆了 因为他 孙悟空有点那个养寇自重的意思 对吧 就是从那以后啊 孙悟空开始没有那么积极进取 这些在这个 在那个真假美后王之后啊 后面 孙悟空明显的表现就是摆了 就他这站着我 反正我的结局已经内定了 对吧 编制有一个 而且是佛 级别还不低 我只要不犯错误 跟着走就行 对吧 他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 想着解决问题 他不是的 他是顺着事情走 谁着急 谁自己知道 就是谁苦 谁自己心里知道 就是反正我不着急 对吧 自然有人着急 着急的人 最后他 他憋不住啊 他自己跳跛 从那个真假美后王以后啊 孙悟空都是这个策略 基本上都是这个策略 前面这个 黄霉怪 对吧 他就 他黄霉怪 他就是不作为 最后把那个弥勒佛 逼急了自己跑出来 他就逼急了 后面全是啊 真假美后王往后 全部是孙悟空 他根本就不管 就让你谁 他妈的 出来搜主意 你自己出来解决 这次祝祖国也一样啊 但是朱华界比较积极 因为朱华界得到了 这个唐僧的这个承诺 就那个西施补充啊 陀螺庄那一集 唐僧说了 对吧 立你投工啊 朱华界一看 可以 精神稳定了 司徒四个人啊 到了一个 又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 就说了 按那个 那个城池啊 很彷徨 让那个宋悟空看 说那是什么个地方 哪个国家 那个宋悟空说 你看 说那上面写着个旗子啊 那旗子上写着什么什么 朱华界就 那宋悟空是调侃唐僧的 又调侃他师父 说那个旗子有字 你看不见吗 朱华界说 你就是1.5的眼睛 也看不见啊 那么远 能看得见 说宋悟空又斗师父呢 宋悟空就说了 那咱们进去不就知道了 反正要去导放光文啊 对吧 你要去换那个 光文对吧 那些通光文碟 好 他们就进城了 进城之后啊 然后就看见那个里面 很繁华 就像那个大唐一样 他们就找了一个叫 那个叫 一个会馆 本来这个唐僧啊 他们到一个地方 都是住那个寺庙 或者住这个 对吧 总之找这种道观 或者寺庙比较多 这次他们遇到一个会馆 唐僧就说 咱们住会馆 是一样的 会馆都能接待 最主要是这师父四个人进城的时候啊 那个诸子国那国民啊 他们就像一个大国一样 就是那老百姓感觉是见多识广 只是看见那个宋悟空啊 像猴子那边 然后猪八戒的那个长嘴 那个沙僧长得像妖子 所以他们的围观 跟着他们看热了 就猪八戒吓得把他嘴啊 藏在衣服里面 他嘴太长 那个沙僧就说了 说你们几个人都低调一点 不要惹事啊 咱们来把那光文一换 咱们就赶紧走 别惹事 好 猪八戒就记住了 不能惹事 所以猪八戒把嘴藏在这个衣服里面 然后他们完全走 然后造了一个会馆 唐僧就说 咱们就住这个会馆 孙悟空说 他不是找个寺庙 这个会馆 唐僧就给他解释 说会馆是一样的 不要挑 猪八戒就说赶紧放 因为大家那么围观呢 猪八戒压力很大 害怕他犯错误 怕他憋不住啊 因为那些人拿着鸡蛋还砸了的 就是说猪嘛 长得很奇怪嘛 所以说他们赶紧就进了会馆 到了会馆之后 会馆里有两个室的 叫使臣 原来使臣就问了一下唐僧 唐僧说 我是东土大胆而来预定 要去西天取境 路过这个地方 要去换通关文杰 那就按照规定 就使馆这个会馆叫接待 接待了 但是呢 这两个人啊 两个使臣 不是特别的重视 唐僧说我啊 赶紧 那个使臣就跟他说 华院士就说了吧 说正好你来得巧 我们这皇帝啊 今天是皇到吉日 就今天上朝 如果今天你要碰不见 他哪天上朝 你不知道 这个没谱 唐僧一听 那完了 明天的后天 大后天都不在 那我通关文杰怎么换的 说今天正好 那唐僧说 我现在就去 把那个帽子 衣服夹裁一穿 换成一身新衣服 带着那些文件 就要去这个房地那 往这个让这个宋悟空啊 朱八戒 在那个会馆里等着 好这个宋悟空啊 这个使臣的安排 他不满意 因为你一个好房间 你一个正房 这个使臣不安排 安排了一个比较差的房间 给那个唐僧 往来之后 按道理一般的会 会按照外交礼仪啊 会给他们准备饭菜 摘食啊 对吧 摘饭让他们吃 结果你不管 他们就给他提供这个厨房 对吧 你可以自己去炒 有锅有灶 有那个柴 你自己带着你干凉 你可以在那做饭 结果宋悟空一看 就不高兴 你知道吧 生气 生气也没办法 后来 一旦沙僧去做饭 结果沙僧去做饭的时候 就说没有那个调料 调味品 酱油啊 对吧 醋啊 老抽啊 生抽啊 盐啊 这都没有 然后就那就是说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宋悟空啊 就就就使坏 他就让猪八戒去买 猪八戒不去啊 猪八戒特别 猪八戒这个时候啊 就特别听师父的话 因为他进城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样子啊 我出去 又有人围观 你围观我到时候 空着不好自己 又出事 出事师父要怪我 不去 但是那个宋悟空就骗他去啊 就说哎呀 外面你去买油啊 我身上有钱 宋悟空是我掏钱啊 我请客 你拿着钱去 外面又卖这个各种吃的 荤的素的都有 你还能喝点酒 多好啊 猪八戒一听也是啊 这出去的吧 你这他买点吃的 猪八戒一先去 后来宋悟空 跟猪八戒两人就去 结果这个宋悟空 就逗他啊 一路上有卖酒的 有卖肉的 有卖饼的 卖什么 他都不买 就说这家不好 咱换一家 下一家更好 猪八戒说 随便整点吃了就得了的吧 不要挑 但是这个宋悟空就是挑 就这个不行 那不行 故意的啊 就挑挑到一个 结果前面人越来越多啊 急事嘛 市中心到了防滑的地带啊 猪八戒不走了 猪八戒前面人太多 我这一去人为官 这我这 我已经把嘴藏进来了 这已经好多人看了 我再过去要出事 我要谨征师父的教导 那就没办法 猪八戒就 宋悟空那你等着吧 我去买好了回来 猪八戒站在那个墙壁呢 一个柱子呢 把脸冲着里 贴着墙柱站着 不动 然后说宋悟空说 我买完回来叫你 好 宋悟空就跑过去啊 结果一群人围在那 宋悟空就看见了 黄宝 那个国王啊 说三年 这个淤姬啊 反正是有病吧 病一样身体不好 想找一个御医啊 来这个给他治病 这个在那个大殿上 那个唐僧啊 不要换那个通关文殿嘛 他就跑到那个皇帝那 他们聊起来了 那皇帝就问这个唐僧 说你是哪来的 他说我是东吴大唐来 我是御帝 御帝啊 就是我是皇帝的弟弟 完了叫七天取经 然后皇帝就问他 说你啊 一路上经历多少国家 唐僧说七八个国家 然后那个皇帝就问他 你遇到这个国家 皇后都怎么称 后宫啊 那唐僧就是一般的 这些皇后嘛 平非的吧 这些一大堆的 他就介绍啊 然后这皇帝就说了 我们这不是 我们这分三个 一个叫金圣皇后 一个叫银圣皇后 一个叫玉圣皇后啊 金圣公 银圣公 玉圣公 也扯这个 然后这个 那皇帝就很高兴 他说他做梦梦见 什么什么 大概 大家喜欢 今天我遇见高僧啊 对吧 这个 那我 我应该就 这个 这个 像天下啊 召这个 有时 就是这个 这个太医院 这招这个医生来救治病 谁如果把我这病治好 我把这一国家啊 分一半给他 所以这个皇帽就发下去了 皇帽 皇帽一发下去 正好 宋风就看见了 宋风看见了 好多人在这看呢 宋风一看皇帽 然后他就变一阵风啊 皇帽就给接走了 接走之后 那个 他把皇帽 趁猪八戒不注意 塞到猪八戒的衣服里面 塞到那个衣服里面 而宋风就跑了 这个时候那个 那个皇帽呢 有好多这个什么什么太监啊 对吧 那些什么锦衣卫啊 都在那 一看皇帽被人接了 就找啊 接皇帽人呢 皇帽被人接了 人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他们就找 结果一找到边上 过远转 找到猪八戒 猪八戒身上 有个皇帽 就看这个人长得很奇怪 不正常 所以他盘问他 一盘问发现 一搜到身上有皇帽 就是你接的皇帽 你跟我们建皇 对吧 猪八戒说没有 这就是说 这是我 肯定是我猴哥干的 这么龌龊 我带你去找 那人一听 行吧 带他去找那个宋武功 所以他们就跑到会馆 找宋武功 宋武功就开始讲道理吧 说这个你要请我的话 那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要正事啊 陈居要做到了 总之后来啊 就是他们就请宋武功啊 进皇宫 宋武功就让这个猪八戒和沙僧 等着你们俩人准备 就是这个猪八戒啊 猪八戒说那我干什么呢 宋武功就说 你再等着准备收药 有人把你这送药 你就收拾完了 好 宋武功就随着他们就进宫了 见皇帝 这个皇帝一看 宋武功那个 接着黄马 吓坏了 那个长得干人呢 要毛脸雷公啊 对吧 奸走后摘的 皇帝下来就坐不住 你知道吗 一马就晕了 要晕 后来这个 这个 唐僧就说了 你这猴头 你这猴头啊 胡孙 你他妈又害我 你这陷害我 你治什么病啊 这十来年 我都没见过你治什么病 你哪懂医术啊 你这不是在害我 你知道吧 这个宋武功就说了 你等着 我会 会的 能治这病 然后就是后来 那个 唐僧就说 你会啥病啊 那个宋武功说 我忘容问切 会 不信我试试 然后那个 因为那皇帝晕倒了 那些太监 把他放 皇帝不能看 宋武功害怕 看见他怕 就加重病气 宋武功说 我可以帮他治 然后那个 那些医生就说 那那怎么办呢 宋武功说 就是那个丝线 他手一变 拿八几个毛一变 变成那个丝线 用丝线 藏在那个 藏在那个 皇帝的那个胳膊上面 手腕上面 他通过丝线 来问诊 皇帝一听 不用剑 难得好 让他试试 就把那个丝线 给皇帝搭上了 宋武功就拿手 拿上个线 通过那线 诊脉 宋武功就诊断了 什么病了 宋武功就说 你是 是不是 这一大章 这后面 讲了一大堆都是中医 什么药 什么腹内 什么瘀气 一大堆的 咱就不说了 反正是中医 就说你 是因为心里 瘀了什么东西 大概这个意思吧 就是导致你 现在肯定 吃也吃不下 没有气 你这个病好治 黄帝一听说 人家就知道 他病了 而且说好治 那黄帝说 那怎么治 开什么药 然后宋武功说 哎呀 开药 然后那些人 大神仙 让宋武功 你开药方 你们就照方抓药 宋武功就说 那不能告诉你 你们就瞎抓 这样子吧 这个药 各种药都来三斤 你方不能告诉你 你去 你把各种药抓三斤 那些大神疯了 每种药抓三斤 药有八百种 中药有八百种 所以我们说 那就八百种 每样都抓三斤 好 没办法 这些御医啊 就全程搜这个药 每种药抓三斤 抓三斤送哪去呢 送那个会馆 说 我也俩师弟在那说 他们会练药 你把他送到那去 就这人把药 都送到那个会馆 会馆就定买了药 好了 然后这个 本来啊 这个皇帝 给唐僧 通关锋 你还换了 让他走 结果这回皇帝 不让唐僧走了 说唐僧在这等着 圣僧在这等着 让那个猴子 让你来土地回去 搞药去 那个宋武功说了 药道病除 给你整一副药 把宋武功回去弄药 弄什么药呢 对吧 那个卓家一看 说宋武功师兄啊 你是不是想改行了 卖药吧 你搞这么的药来了 你是不是想改行 开药店吧 对吧 所以沙僧说了 咱们什么时候练过药啊 都没练过 没见过 宋武功说你不用管 不用管啊 好 等到人走了 晚上了 宋武功就大肆让朱八戒 开始练药 怎么练药呢 实际上他就把八豆啊 就那个蟹 说完了就是蟹药啊 搞了几位蟹药 把它黏成粉 完了就把那个锅盔 锅上面的那个黑灰啊 拌在上面 完了就说不行 这东西要把它捏成碗啊 没法捏成碗 弄点水 水不行 要用这个 要用那个马尿 马尿 那不就正好那个 西海洋王的太子 那个白龙马嘛 对吧 让朱八戒你去接点马尿 让朱八戒跑去 整了半天 整马尿整不出来 后来那个白龙马 白龙马说话了 白龙马 这是白龙马第二次说话 第一次是在无极国 是不是 你看这次又说话了 急了呢 说那个朱八戒骚扫了 你想朱八戒弄马尿呢 那白龙马是 朱八戒骚扰他 老骚扰我们知道吧 然后那个 然后给那个宋宫告状 宋宫说哎呀 你就整点马尿给他 说你 说这个白龙马不一样 白龙马本身它是龙变的 龙的这个尿 那不一样的 别看那是马 所以最后这个 白龙马勉强 弄了一点尿 尿出来一点 马尿你想想 一个是八豆 还有什么 还有锅灰 马尿 都是吹吐的 要不是吹蟹的 马尿 马尿的为了最难闻 我记得以前 说你喝那啤酒 就是酒不好喝的 是吧 是吧 不喝酒的人说 那个啤酒喝马尿一样 是吧 就说明马尿 特别难闻 是吧 用马尿 把那个 把那个 朱八戒 碾到那一粉 把它和一和 你正好搓三个丸 三个药丸 完了之后说 明天给皇帝送去 第二天宋宫就把 那个三个药丸 给皇帝送去了 送去之后 宋宫说不行啊 你 那皇帝说 我怎么喝呢 怎么吃呢 宋宫说 你这碗用无根水 你把这碗用无根水喝 无根水什么呢 那个大神说 我懂 无根水就是 说我们这无根水 就是在井里面 把有一个人 把那碗下去 那井里面 掉一碗水上来 然后马上就转身 不能回头 一口气 那个碗也不能动 一口气走到家 这个水叫无根水 说我们这就是这么弄的 宋宫说放屁 然后无根水不是这个 无根水啊 是从天上落下来 还没有落到河里 没有落到井里 那叫无根水 你落到井里 落到河里 都不叫无根水 完了就没办法 这个皇帝 然后宋宫还说了 还没有啊 宋宫说了 要饮子 要饮子要用什么 天上飞着老鸭的 乌鸭的屁 什么王母娘娘 脱帘的粉 还有什么一大堂 天上老君 天上老君炼丹的什么 灰 反正那些东西 你就不可能弄得着的 就是那皇帝一听疯了 我看这些东西 六七种呢 哪一种都弄不着 你不是刁难吗 是吧 你这玩意儿有用吗 这药引子弄不着啊 好了 宋宫说那就是无根水嘛 无根水也可以 那怎么办呢 无根水那不就是 然后那个皇帝就赶紧求雨 你现在就求雨 让法官 结果求不着 求不着这宋宫 他就 宋宫啊 他一弄啊 东海龙王来了 东海龙王来了 宋宫就说了 来点水 东海龙王说 我说你叫得太急了啊 我女儿还带东西啊 对不对 带工具啊 都没有啊 来得太急 然后那宋宫怎么办呢 我这也给了皇帝治病啊 也给了无根水 那那个皇帝就说了 那你要不这样的吧 打点喷嚏吧 鼻涕 口水 叫龙淡啊 是吧 我打个喷嚏吧 好了 宋宫就让那国王啊 国王就让所有的人 拿个盆接着 出去啊 拿盆接着 东海龙王打个喷嚏 打两个吧 反正这个 他们接那个鼻涕那些东西 反正是水嘛 接下来了 这时候天上啊 就就往下掉这某某羽然 他们就接 把接 那么多人接了 那么多人去接 最后 把他汇集到一起 正好 就那么一小 三小碗 三小碗 让那个皇帝 你先吃一粒 喝下去 再来一粒 再喝点水 再来一粒 三粒吃下去就好了 哎 那皇帝喝果然好了啊 真的好了 吃一粒 三粒皇帝 他就开始拉了嘛 就马上上厕所 善通下去 哎 完了之后就神情气爽 就要吃东西了 要吃东西 这个宫女就说了 他拉出一个 一坨糯米啊 大概是糯米吧 这糯米 反正是 鱼在这个 肠道里面 鱼了三年 拉出来了 那不成结实了吗 三年啊 你想想 好 拉出来之后 他就开始 他要吃饭了 开始给他弄 弄喝了 他一喝 他精神就好了 哎 果然甚深厉害啊 这马上就开始不一样了 说这个 孙悟空太厉害了 哇 你要去请孙悟空 孙悟空就回去了吗 我要请孙悟空 要吃饮 我就感谢啊 感谢 然后就又喝酒啊 唐僧不喝酒 然后让我三个土地喝 然后皇帝就劝酒啊 那皇帝劝孙悟空喝酒 拿个酒 吃他酒 先一杯一杯又一杯 喝了三杯四杯了 猪八戒就不高兴了 猪八戒我猜 你这 你没有没了啊 对不对 你还 我这站着呢 还没多闹过 对吧 后来就轮猪八戒 猪八戒喝完 沙僧喝 小杯喝完 喝大杯 大杯子喝 喝完之后 好像是那个孙悟空啊 他就说这个皇帝啊 有心事 皇帝有心事 那皇帝说是的 是心病 就是他身体也有病 但更多的是心病 那皇帝后来就说了 就告诉 因为他相信孙悟空了 就孙悟空这人 果然厉害啊 顺僧啊 有两下子 所以他就把他心病 告诉孙悟空 什么心病呢 就是说 有一年的中学节吧 三年前中学节 他三个皇后 一个叫金圣啊 一个是银圣 一个是什么 绿圣啊 三个皇后 结果中学节的时候吧 应该在花园里 正在闪月还怎么着呢 结果这时候一阵黑风啊 把一个妖怪 妖王过来 让这个皇帝 马上交出这个金圣皇后 如果不交出金圣皇后 就把那全国啊 从那皇帝吃起 先把皇帝吃掉 再把皇后吃掉 再把这个大臣吃掉 再把老百姓吃掉 全吃掉 然后这个 这个国王为了自保啊 把金圣皇后 推出去 推出亭子 金圣皇后就被那个 叫妖王 叫赛泰岁 给他捋走了 捋走之后呢 这个国王就闷闷不乐啊 对吧 完了这个还没完啊 每一年 这个赛泰岁还派人来 跟着国王 索要两个公里 索要两个公里 每年都要 今天要 今天还要两次 要四个 然后这个国王就觉得 觉得闷闷不乐啊 对吧 他害怕这个妖王什么时候要来 而且这个妖王 并没有放过他 所以他还在那做了个 修了个碧妖楼 带着宋风过去看 那个碧妖楼在御花园里 修了碧妖楼 实践就是一个地堡 那地堡老人 那个地堡 差不多那个意思啊 这个赛泰岁一来 这个皇帝 就带着那个两个皇后 跑到那个地堡里躲着 碧妖楼里面 宋风这一听 这多大点事啊 什么妖怪 哪来的 对吧 宋风就说那行 小事 妖怪 我就专门讲妖梳摸 对不对 这个 这先到时候给我刷业绩 刷工具 宋风蛮可答应 这正在说的时候啊 乌云密故 宋风一看那皇帝下坏了 他们赶紧躲到地堡里面 宋风一看 他马上就散去 对吧 要拉着猪八戒去 猪八戒不去 猪八戒死后不去 对吧 这就是你自己找的事情 不要拉我 那宋风就散去 结果两人一交手 对吧 那个妖怪说了 来取两个宫女 说好了 如果不交出来 那就屠城 结果宋风拿着棒子 就跟他打呀 结果这个 这个妖怪打不过 跑了 实际上这个是妖王的前锋 他不是妖王本人 不是赛大碎 是他的前锋 是来取这两个宫女的 打跑了 打跑了 然后那个妖怪一走 那个国王一看 宋风搞人厉害 把妖怪都打跑了 然后这个仪就说了 他说我也派了好多人去找 宋风就说了 这个妖怪洞在哪 住什么地方 那个国王说了 我们也派人找了 往西去吧 三千里 有个什么山 什么什么山 什么洞 但是说我们找到那儿 就找不到了 大概急在那 宋风一听 明白了 我去一趟 然后国王说 那你去这么远 你去的多少天 我给你安排吃了 我给你路上带着 然后有人送你 你想三千里 宋风说不用 我是几分钟的事 宋风一飞 飞到就正好飞到那个什么山 叫洞波什么 就是那个山 到那个山人 他就下了之后 看到洞了 然后他就去 正要过去的时候 一洞口 站了很多这个妖王的人 这些小妖怪 在他摩拳擦掌 宋风不敢去 宋风等等 结果他在路边等的时候 他就看见一个小妖怪 扛着个旗子 敲锣 边走边敲 说让开让开 他是送信的 宋风一听 对啊 就把他抓住问问他 宋风就跑到前面 埋伏 等着他变成一个小道士 变成一个道士 站在那 结果这个小妖怪一来的时候 宋风就问他 哎 你去哪儿啊 兄弟 那个小妖怪一看 他这么自来手 一看这个自来手 就认为以为他们一波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小妖怪就说 我去送信 宋风就问他送什么信 我去给那个 这个朱子国国王 送下战书 让他赶紧 把那个男的宫女来 他不仅不送 他把我的先锋给打败了 打了一顿 这个